2421 军长 尸团长 为什么停止行刑 怎么 虎队长 你这么快就想通了 军长 你自己说 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 比哪个更重要 我要是连这点都想不明白 我就别混了 今天抽了几个大眼 一根没抽 气色这么好 不可能没抽 军长让我杀我心爱的女人 我心里难过 可是不杀又得罪军长 我不知道除了抽鸦片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 我只是想看看 在你心目中 黄军和女人哪个重要 并不是一定要处决的 不 一定要杀 如果不杀 就不能让军长明白 我心里哪个重要 天下女人多的事 救得不去 心得不来 军长面前不能胡言乱语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对不起 不 你帮我分析一下 房进斋派来了使者 送一个黄军中佐的性命 来交换胡寡妇 你看 臭丫子 你看 我这门打死你 打死你 我给你擦了东西 放点东西 我将不倒你 要放进这还有一腿是吧 好 干 你八字 把枪放下 没出息的东西 没出息的东西 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大仗子难免欺不嫌死不孝 把这个女人带到教堂 把这个女人带到教堂 交给神父 是 中国人真是奇怪啊 就这么一个女人 居然能让房进斋这样的人东西 这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吧 既然这样 吧 就和房进斋交换吧 你能恢复得这么快 我很高兴啊 报告师团长 我又抽了一单 我知道你心里很苦 不要折磨自己 更不要折磨对你亲近的人 我也没办法 不说这事了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个问题问的 五虎将这首歌你听过吗 是那首北洋军歌吧 对 草船去借剑 饮酒在船中 得剑十五有余灵 草船去借剑 饮酒在船中 得剑十五有余灵 对对对 就是这句 得剑十五有余灵 难道诸国亮草船借剑 只借了十五之剑吗 那有什么用呢 师团长要是关心的话 我可以找个人请教一下 我很关心 希望尽快得到答案 师团长 你不是要去南京 讨论作战计划吗 怎么还有这份闲心啊 作战计划 恐怕没有这个讨论的余地了吧 怎么这么说啊 如果南京方面 真是看中了的计划 就不会一拓再拓 更不会让军事会议 为一个没有多大意的庆典来让路了 我敢断定 南京方面 已经接受了仲田军长的计划 那为什么还要去南京 仲田军长容忠大将军县的命令 已经下来了 总得要个仪式 我们一句说 当地讨论作战方案 还不说参加一个仪式 这么说 是要开战了 是啊 第十一军之所以时期不正式 由于前三次长沙会战 都没有取得宜区的战果 你说 战事会由于仲田军长的容声 而有所改变吗 我是军人 不过我给你整治 首团长 走 我带你去找三宫专家 我带你去找三宫专家 好 走 李树领着吕布呢 就要来到了董卓的中心帐内 董卓高兴了 今天总算把这个仇敌 丁元丁建阳给杀了 大白宴席 把吕布呢 就请到了上港港头落座 这 吴队长 有何吩咐啊 董卓子 皇军大太军有个事要问你 好说 好说 董卓子 草船去借箭饮酒在船中 得箭十五有余灵 听过吗 听过 听过 那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只借了十五根箭 不是这样 这意思就是说 孔明到曹军把箭弄到手 十字五六 也就是说 大部分得手的 谢谢您 以后有机会 还多向您请教 不敢 不敢 姐姐 我给你送药来了 用短假赐贝 生什么气啊姐姐 是 我下手是重了点 那不也是气糊涂了吗 话又说回来了 这账要算吧 他还得算在长江工作站头上 我知道了 记在谁的头上都行 只要不记在你的头上就行了 对吧 好了好了姐姐 你也没吃亏咱俩扯平了 我还是那句老话 有话快说 有屁快碰 好好好 我托姐姐找的那个靠得住的人 找着了吗 好 我人早就给你长好了 是我的堂弟 也不知道哪儿冒出个堂弟来了 别是相好吧 看上去挺壮的 是我姐姐喜欢的类型 我就知道 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说话跟你说吧 这是我那死鬼丈夫的结拜的兄弟 做人一相应了 不过你得告诉我 让这兄弟去干什么 干什么啊 姐姐你听好了 别吓着 刺杀种田军长 那个日本大官啊 看着就是一个短命鬼 怎么 你们谁都想杀他呀 前一段时间 魏耀阳逼我们对他下手 现在你又打击他的主意了 这就是我的事了 姐姐你别管了 要杀日本那么大的波 是要冒很大的贡献 既然魏耀阳要杀他 那你为什么不介绍杀我呢 谁说我要杀人啊 谁说我要杀人啊 你是喝多了还是没醒啊 不是你说的要杀种田吗 刺杀不等于杀死 我武仙明对皇军一心一意 我怎么可能真的想要 总田军长的命 我又不会真的出卖你 你倒是给我灌起黄汤来了 我说的是真话 我只要他去刺杀总田军长 但绝不能要了总田的命 什么意思 来 姐姐你坐 姐姐呢是个聪明人 你说说看 目前荆州的局势是怎么样 那还有我说 国军六战区 汉军九一八 鬼子九十三 三分分下 这头发要是长了吧 见识就短了 三分倒是不假 不过是四方 什么意思 我武仙明应该算是一方吧 九头鸟那帮家伙 跑到我的地盘来跟我争闯 我跟他们不是一方 所以是三分四方 这九头鸟是军部的人 你惹不起 是 我是惹不起 不过我可以争弓 这么说 我要是把长江工作站给端了 那还不是大文件 这干掉长江工作站 跟沙的总田有什么关系吗 九头鸟那些鸟人 你们怕老子立功 定了个破规矩 说什么敌方的间谍 只许抓不许杀 去他妈的 他们把人都得罪了 跑回日本就完了 我是本地人 我往哪儿躲呀 所以说呢 斩草要除根 要不然后患无穷 我让你那个堂弟 去刺杀总田军长 其实罪翁之意不在酒嘛 我是想激怒他 我知道了 你是想让我的堂弟来冒充 长江工作站的人对吧 才跟我聊了一会儿就长见识了 所以说呢 这件事有两个关键 第一就是总田军长绝不能死 他要是死了 就没人能破得了九头鸟的规矩了 就连禁卫师短长也管不了军部的人 我知道了 那第二呢 第二就是这个人被抓了之后呢 无论受到怎样的刑罚 都必须承认自己是长江工作站的人 放心吧 有我在 绝不能真要了他的妙 那既然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 史未远的事呢 我答应你的事肯定会办 放心 总有一天我让你亲手杀了他 那不要等到我老的 连刀都拿不动的那一天 真要让你等那么久 你先杀了我练手 好啊 那成交 那个人的贴身物品准备好了吗 一个大男人用女人的手绢 你找那个刺客靠不靠得住 这是他没过门的老婆给他的信物 他老婆让日本人遭到以后就投降自尽了 之后他一直贴身带着他 荒谷大作 谁都知道五年前作为参谋长 协助松井石根大将指挥部队攻陷南京 是总田军长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战绩 所以这次庆典要绝对保证安全 不能出一点纰漏 总田军长把荆州的防卫 完全交给了九头鸟的专家 我不知道荒谷大作有没有信心 参谋长 以一个间谍点观看 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 何况 对守市军长为眼中钉 已经对他有过企图 除非军长肯配合我们 否则 我不敢保证 你要军长怎么配合你 这恐怕不行 军长是充满自豪感的帝国军领 你的建议在他的眼里是一种侮辱 可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我认为军长应该接受 那还是你自己亲自去向总田军长建议吧 荒谷大作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像只老鼠一样 躲在幕后吗 是隐蔽起来 荒谷的主意 何军长 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 请接受我的建议 我要不接受你的建议呢 我只能在军长面前剖斧自尽 军长可想 既然如此 还是接受大作的建议吧 公分 如果你是对手 这样的机会 你会凑合吗 自然不会 不过既然我们用黑田中作 假扮总田军长 这样我们的压力就轻多了 我们知道会场上那个军长 不是总田军长本人 可是对手知道吗 如果他们认为那是真的 总田军长 会不会铤而走险 如果让敌人得手 虽然不会危及到军长的性命 但是 会缴了整个的庆典 军长本来 对我们就大为不满 如果再出纰漏 我们还有什么延练力度 我们不可能不让敌对分子 动手啊 我们可以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那个胡寡妇释放了 释放了 回监力了 没有 她在荆州找一家客栈住下 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中 那好 正好利用她去传话 为我们的大会防卫工作 加一道保险 我相信 作为情报贩子 她会珍惜这个情报 只把她传递给有关人员 倘若人人都知道这情报了 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所以她会替我们保密 公传 解除对她的监视 是 老板 我们住的客栈 都让黄军给占了 看来得在您这住上一两日了 哎呀 眼下京中城里来看热闹的人太多 我这也没那么多房间了 怕是 能挤出两间来 你看行还是不行 啊 要两间就够了 多了 我们也付不起房钱 杜娟 我们吃饭去啊 不了 下午就要登台 我多练练 练什么啊 我听牧叔说 今天日本人的大官 根本就不参加大会了 这是为什么 说是怕有人暗杀 那谁去讲话 说是找了个替身 还是请牧叔帮她化的妆呢 一百大洋 不二嫁 大姐惊魂未定 就狮子大开口 真是佩服啊 这个年头除了钱 还有什么靠得住的啊 你看看 老娘差点让日本人要了命 你们哪个想起来搭救过我了啊 我这次来荆州 不就是为了搭救你胡大姐吗 行了 这嘴上抹蜜的功夫啊 还是对付小姑娘吧啊 少废话 不成的话 我去找别人了啊 好好好 成交 说说看 是什么情报 给钱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 那这样吧 把你的枪压我这儿 反正你今天也用着 那怎么使得 怎么使不得 我说成就成 那你听好了吗 今天下午的大会 总田军长是不会来的 讲话的是一个闹牌 大姐 不聊聊了 准备说一声 这个茶节啊 你就付了啊 我不像你们有人发薪水 我呀 不去刨神 走了 好悠闲啊 卫兄 本来想出去逛逛街 但是又怕性命不保 保命肯定比看热闹重要 今天下午的大会房 是九头鸟负责 我也只是帮帮腔 如果谁落到他们手里 我就无能为力 多谢提醒 许一出呢 不是为救胡寡妇的事 回红湖了吗 估计现在还没回来吧 好吧 等忙过今天下午 再来找你闲聊 等一下 这书总会也有个结尾吧 你打算让我在这儿 安逸到什么时候 只要过着今天下午 荆州城任你出入 对 卫兄 业莫子近 autre无事不来 你还是别冒这个险啊 好 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 难道日本人的姓名 就比你的姓名值钱吗 是 凭什么 就凭他是大将 我是童忠孝 你在我眼里 就是大将 听手吧 卫兄 国军里面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 大将的军衔 我说的是风度 什么是大将风度 就是定下目标 久死不回 你要记住 第一 不能真的打到种田 第二 进去之后 一定要一口咬定地 自己是长江工作站的工作人 哼 真是丧气 好不容易有个报仇的机会 还不能尽兴 还不能尽兴 卫兄 都准备好了 进去 这位婴音 Ultam 就是 这是 压着幽是 还没事 山俊 没有Ervin 有条面 连敬则 我 请离伴 roll 阎王殿前那副队链你忘了 有心行善 纵善不赏 无心作恶 虽恶不凡 一块上帝 一块阎王的 你这人活得真像一团酱 所以啊 我要做好事 要弥补 这是给谁送葬啊 奶粉匮乏 摄网的婴儿又死了两个 一个婴儿用这么大口棺材 够钱哪 谁跟你说一个 两个 合葬在一起 比两口小棺材省钱 怎么样的婴儿要劳动你 亲自动手下葬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给教堂当义工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今天黄昏之前 谁敢走出教堂半步 我是见佛杀佛 欲会杀鬼 廖阳没告诉你吗 送葬也不行 还是先顾活人吧 那你的意思 就是让我抬回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 我哪那么残忍 你们四个 平时打打杀杀的 不怕自己罪孽深重呢 快 趁这个机会 好好弥补迷手 还是快走吧 荆州城认识你的人太多 我怕你落在酒灯上耍着 那可不行 我还得给他们撤完魂曲呢 好 走 我们可动手了啊 尊崇 献给耶路撒冷的主 让手 主啊 请垂听我的祈祷 望主赐笔安息 众生万物皆归于主 众生万物皆归于主 主啊 请垂听我的祈祷 望主赐笔安息 众生万物皆归于主 众生万物皆归于主 望主赐笔安息 众生万物皆归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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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主赐笔安息 阿们 亲民 idar融 福 equipment 众生万物Si 中 ap之 יותר 哈 来 南竿 中国 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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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狗狗狗狗 是 狗狗狗狗狗狗 冬队 不能出去太危险 被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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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龙边公 反见上人的小丑 在哪里 敢不敢站出来 我以天皇的名誉发誓 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愚蠢行为 是白费贤费的代价 怎么样 卫兄 台上的总监公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总监公可是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和陆京大学的校长啊 是非常讲风度礼仪的外交官 台上这位呢 跟总监公长得很相像 但是他的衬衣领子上全肉无垢 还拿袖子擦汗 我在猜想 他充其量就是一位骑兵的军官 是骑马赶到京中来的 对了 武显明没有找你麻烦吗 他还没顾上回来 估计被我们骗了 现在正暴条如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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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根据弹道的判断 刺盒应该就在这附近 开始 拿下车 走 走 适干 消息 放开 刺客 报告 进来 刺客抓到没有 没有 未用的东西 报告 进来 报告警长 刺客已经落网 谁抓到的 是哪一方的人吗 我抓的 不过刺客还没有招 吴队长 你很神速啊 都是工本大卫和可拉伯的工法 工本大卫根据弹道判断出刺客藏身的大事地点 可拉伯可能是锈到了火药的血 把我带到了刺客身边 工本 你们两个都将受到墙上 多谢军长 刺客一定还有帮凶 我要把他们硬帮打击 去吧 军长 请命令五千名把犯人交给我 我这就是神分 作为大会防卫工作的直接生意 你有什么脸面去审讯被别人抓到的资格 说 谁看起来的 老子是长将工作站的人 要杀要管有你 少废话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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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君 要留活口 你找我 你是什么人 咸记古尺旁 青蛙跳进水中央 扑通一首相 你就是那个一直为我们听听情报的那个人吗 我和我的长官都十分想见阁下 阁下帮过我们很多忙 黄军会大大的奖励你的 我不是为了钱 那么 原因你不要问了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报告军长 刺客已经招了 他是长江工作站的人 长江工作站 这已经是第二次向军长下手了 所以我想请军长授予我生杀大全 不 还是冷静一点吧 如果纵容他们 不知道下回还有什么厉害的手段 不就是打冷枪吗 也没什么厉害可言 不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中心 监狱的事 就交给你全权负责吧 是 你说什么 据那个神秘人物说 他曾经向我们提供过那个重要间谍的身体特征 是委托胡寡妇向我提供的消息 可是我没有收到 胡寡妇是武先鸣的相好 谁在中间捣了鬼不问自知 他人在哪儿呢 已经离开了荆州 真是太可惜了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另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足以置武先鸣于死地 那个神秘人物不会有人冒充吧 不会 他每次向我提供情报的时候 都会在信者后面写上一首松尾芭蕉的牌局 这举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根据我的情报 长江工作站根本就没有派出刺客 你说什么 长江工作站没有派人刺杀 是 那么大冷枪的刺客从哪里来 武先鸣不是说他已经招任是长江工作站的人吗 这不可能 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所以我请求把那个刺客交给我使去 军长 您刚刚把建议的所有事物都称给武先鸣 还有 据我的推断 那个间谍分子还隐藏在犯人中 情报绝缺吗 我的情报来源于对方六段区的一个高层长官 他以前还对我们帮过很多忙 每次都混进去 这样吧 暂时未知原状 对武先鸣只要加强坚实就是 所有工作等我从南京回来后再说 别的工作可以干物 但是查找重要间谍分子的工作 我认为不能干物 我怕有人捞滚 既然荒木纪管长 已经知道了犯人的身体特征 亏想一个巧妙的办法 我 监狱里最近有什么异常呢 没有什么发现 卫生情况不能忽视啊 是 对了 犯人们最近是不是没有洗澡啊 我明天就安排 好 我 我对你非常信任 任何事情都不能有闪失啊 请师团长放心 好 吃 卫兄 可惜呀 你昨天错过了一场好戏 总谦军长亲自登台 站在戏台上骂街 千载难逢呀 是吗 哎呀 我这人就是运气不好 是吗 我知道为什么你运气不好 因为你出门的方式不吉利 借着棺材声东击西能吉利吗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啊 我一直听你的话在这儿看书呢 对了 我什么时候解禁呢 西庭尊便吧 免得到时候别人还要借着出殡掩护你 行 那我得令 卫兄 不知道你懂不懂看相 略是一二 我就知道卫兄你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我听别人说 如果背上长了三颗日 就相当于背负着福禄寿三星 这种人肯定会大富大贵出将入相 光顾着和你闲聊 我都忘了正事了 明天监狱里要组织凡人洗澡 我得找神父要点消毒药水去 我都忘了 我一生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叫做仓库 它让我心动无法停满 有一种梦想叫做迷惘 它在我不眠夜里飞翔 有一种永恒叫做悲伤 它让我奔跑不会入笑 有一种自由叫做孤独 它在我一生中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叫做仓库 它让我心动无法停满 有一种梦想叫做迷惘 它让我奔跑不会入笑 它在我不眠夜里飞翔 有一种梦想叫做悲伤 它让我奔跑不会入笑 它是我的梦想叫做仓库 它让我阳前雨 它让我阳前雨 它让我阳前雪 感谢观看